我要感謝兩位對手所展現的民主風度 我剛剛也分別接受了他們恭賀的電話 我也要恭喜他們所領導的政黨 在國會席事中的掌握 期待未來能夠為國家團結合作 這場勝利有三個重大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 台灣告訴全世界在民主和威權之間 我們選擇站在民主這一邊 第二個意義 台灣人民用行動成功抵禦外部勢力的介入 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的總統自己選 第三個意義 在三組候選人中 賴蕭佩得到最多的支持 代表國家會繼續走在正確的路上 不會轉向 更不會走回頭路 然而在國會選舉 民進黨沒有維持過半的席次 這代表我們努力不夠 的確有要虛心檢討的地方 這個事情也是一樣嗎 這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我們在外國中的相關 是十分之一 最項目的 全趟 所以 那些了 也 いうこと